蠻好的,就是這個頁面,但這個頁面好像沒辦法 新增螢幕變成你一定要自己新增,所以上面有個新增 那目前我有S123,等於是屬牛虎 然後如果它加上2的話,我就是新增一個螢幕 然後這邊的話呢,可以給它一個叫S04 那這個S04裡面的畫面,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的 S01或S02,S03裡面的其中,就是這個 假如我要把它的畫面裡面的東西 call到剛剛S04的話,那很簡單,Ctrl C就可以了 而且我現在按右鍵,它沒有複製,但是只有Ctrl C 所以你記得,就是Ctrl C,然後再切到剛剛的那個S04 然後Ctrl V貼上 神奇的事情,它真的可以貼,這一招其實真的可以學起來 那這樣的話,你其實就很簡單,你只要改哪裡 其他部分都不用,加拉清單這邊自動就OK了 只是標籤部分的話,預設的,預設內容可能改一下 預設內容好像 之前好像是 是虎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改成2的 所以Ctrl C 然後把它切過來 把這個文字部分 把它Ctrl A Ctrl V貼上就可以了 Enter 然後裡面字的部分 就被改成 2的部分了 OK 那程式的話呢,一樣 所以第1個 我們的 畫面可以這樣做 OK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修改 哪裡,我剛剛好像沒改到 就是 將來你跳出來那個畫面部分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上方都出現什麼 S02 可是問題這個應該是 S02應該屬牛吧 對不對 所以應該上面的名稱 應該改成叫做 牛年 牛好了 生肖 或者改成牛好了 這樣比較 我覺得比較專業 不然 出現一個S02 感覺好像怪怪的 所以如果你要變更 這個頁面裡面的上方的名稱的話 那很簡單 你點的時候 記得點哪裡 點這個 這個就是它 每一個標籤 上面這個就是它表單的設定 表單就是FORM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 會有一個 叫標題的部分 那如果S02的話 那我把它改成牛 OK 那這樣的話將來顯示出來 在這個上方就會出現牛 OK 牛 牛的運勢 有沒有 這樣會比較合理一點點 那 其他的話呢 如果你假設 希望讓這個你的App 能夠 更多像POWPOW一樣的效果的話 其實它這邊有多一些 比如說你打開的時候 關閉的時候 會有什麼特效 這邊開啟的時候 你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可以什麼 有彈出 縮放 水平 垂直 還有沒有動畫 浴室好像沒動畫 所以你其實可以 在這四種 可以做變化一下 比如說鼠用彈出 牛的話呢 可能用縮放 虎的話可能水平 每一個每一個做不一樣的效果 那一樣啦 這邊有一個開啟的時候 關閉的時候 也可以 然後其他的效果 你們可以再自己再看一下 看有沒有可以再加一下 像背景的顏色啦 等等的 OK 這個是S04 S04應該是 寫錯了 應該是 屬牛 2 2 這個應該S04 應該是2 然後其他也是一樣 自己再變更一下 另外的話 S04裡面的層次怎麼辦 層次一樣切到層次 裡面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剛剛貼的時候 他好像也順便幫我們把層次貼過來了 是不是 OK 那所以喔 我再試一下 是不是自動把 把層次貼過來 再新增一個 比如說S05 S05的話 那一樣把它貼上 所以從那個S04 這邊Ctrl C 那切到這個S05的地方 Ctrl V 貼上 然後一樣把這邊 它的Label是這個 Fone的部分 把名稱改一下 它的標題也許叫 龍 OK 這邊把它改成龍 其他的話看你要不要加一個特效啦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我看一下城市設計 我貼它會不會貼過來 對 它基本上貼 感受V 它也會自動把城市貼過來 所以接下來你就是再去變動這個 上面的 內容 其實就OK的 意思類推啦 其他的部分的話就是 S01 到 S12 12個生效 那請各位 試著把這個12生效 完成好了 然後 今天的作業基本上就是做 這個 切換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效果應該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效果不會輸給 那個一個網站 而且以後的話 大家的眼 眼睛注視 手機的時間可能還沒有 還比 注視網 就是電腦來的多很多啦 所以其實 不妨喔 可以 在 所以今天的話 只要剩下一點點時間 那請各位呢 再找一個另外一個 題材 做個變化題 不見得一定要這12啦 你說12 一定要12星座嗎 可能 你其他可以找什麼 找那個 像同學好像有修 易經課嗎 或者你可以找一個八卦 易經八卦 的相關的那個解析也可以嘛 或者是其他你比較有興趣的 素材 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這個素材的部分 恐怕還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 我是希望說 第一個 它能夠有圖啦 有這個圖 第二個的話呢 讓它圖形化 看起來漂亮一點 第二個的話就是能夠點進去看到 我們要看的 然後再來就下拉清單 然後把資料放進去 大概是這樣子 其他的話呢 我是覺得你們可以 不妨試試看那個什麼 Beam AI 或者叫Beam GT 它裡面有那個產生圖的部分 也可以產生你要的東西 你們自己再找找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就是說呢 其他部分的話 自己再稍微 換一下 就是 一些特效啦 包含就是上面的文字啦 還有這些特效 特效部分的話 自己加一下 就是盡可能去try一下 然後自己加一些不同顏色啦 不同的文字 像這上面的字的大小啦 顏色啦 還有底色這部分的相關的 自己再稍微做個變化 然後今天的作業基本上就是 請你把那個今天的那個 12生效 可以切換的這個部分先完成 那另外的話再做一個變化題 那變化題大概兩個方向 一個是 就原來的12生效裡面的那個內容 還有裡面的 圖的部分 比如說我 我是提供給各位12張圖嘛 那你也可以喔 把它改一下 改成其他的圖啦 那你圖的話 你如果不會找的話啦 其實現在有一個那個 Beam Beam 那個 Creator 就是說 它這個Beam Creator的話 就是 Beam Image Creator 它這個是AI生成圖啦 就是說 你假如說要生成什麼樣的圖 你可以在這邊跟他講一下 比如說請幫我生成12生效的 卡通 卡通版圖 它其實會 會幫你把那個 12生效 卡通版 卡通版 然後呢 它會自己幫你作畫 你要卡通版的圖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開始在跑 目前 影像正由AI在建立當中 我覺得這個 Beam的Creator 好像還蠻值得試試看 它可以自己幫你創作 所以做出來的話 當然有些不是那麼滿意啦 你可以自己再斟酌一下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 稍微變化一下 所以 請各位呢 就是 第一個完成 今天的作業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做個變化題 那變化題就是說 你可以就原來的 12生效去改 改圖 改效果 等等的 OK 或者是說呢 你假設啦 你不喜歡用12生效 你可以自己再找一個 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12星座啦 或者是 其他的 但不一定是12啦 可能你 什麼其他的 自己想 一個題材 畫面再給各位一下 那剩下的時間 下一堂課的話 就給各位做那個 作業的部分 所以今天 只要兩個啦 一個是12生效的那個 下拉式選單部分 第二個的話就是 再把這個 12生效的下拉式選單 這個做個變化題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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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